接下来为您播出小区大事 为了什么 被拆散的亲情 小区大事正在不出 这不是怕四个问题 别的儿女不安心 你问我多安心 我判了房子给你 判了一年两年给你 我都租给了 我租给逛了人 你别的儿女怎么办呢 逛了就帮你由他 我们是行动的 当晚你这么大催促了 对不对 总是一个暗箱万年的计划 那么房子租出 你不能往家里给你去 家里干脱了呢 你家不怕死不怕落 问题是不能落着提名落开 你不能不回家用吗 提名不能爬起来大家 你不回家吗 那是 你不回家 我四个月私家的 我哭得一半 我咋不私家的过用呢 2014年4月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的 司法官来到了 王秀华老人的家 因为在前不久 老人到法院 起诉了自己的小儿子 王根顺 要求王根顺 归还属于自己的房子 王秀华那一方乘坐 以及他的兄弟姊妹乘坐 是被王根顺和他的妻子赶走的 所以我们往那横胜 我这不想回家呢 我家不要嘛 是我该的房子 是我自己该的房子 这个农村的父母 他真的就是土地悲惨 我都老了 你都磨得我 不能一路回家 不能不要个家呀 王秀华老人今年已经85岁了 现在住在大女儿王爱红的家 大女儿家房子不大 老母亲只能住在客厅 隔出来的小街里 生活得很局促 而这样局促的生活 王秀华老人已经过了五年了 王秀华老人满心惦念的 就是自己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 可是老人说 现在想回到老房子住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实在呢 不用于经历 分了给你 也不用于经历 把房子一起围成那个样子 把门一起锁 放到门什么东西 都一起锁下 老人怎么回去 回不去 老人的大女儿王来红和大儿子王根宝 以及的弟弟王根顺就十分气愤 他们明确指出 正是因为弟弟王根顺的阻拦 老母亲才无法回到自己的家 面对母亲以及大哥大姐的控诉 王根顺表示不认同 他说母亲当初是为大姐偷偷接走的 他那个时候完全不知情 是不是他没告诉 他就是把他接走的 我一门哪台没东西 还把他接走的 在王根顺看来 大姐王来红 之所以要把母亲偷偷接走 这其中的小心思 他是心知肚明 王根顺认为 现在大哥大姐已经不满足于老人的抚血金来 他们打起了老房子的主意 所以才会唆使老母亲把自己告上法庭 老人一共有四个儿女 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在这个家庭里很显然 大哥大姐们跟老人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而王根顺作为老人的小儿子 已经被孤立了 甚至老人对自己儿子的评价是 心毒得很 对于自己寒心如苦养大的孩子 老人怎么会给出如此的评价呢 小儿子王根顺却说 母亲之前一直都跟自己生活在一起 由自己抚养 大哥大姐之所以要偷偷接走母亲 目的其实很明确 就是为了要钱 要母亲的老房子 而母亲不过是他们兄弟姐妹之间 房钱争夺的牵线木偶 那么事实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呢 真的像王根顺所说的这样吗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家庭所示 母亲之间平起纷争 房屋拆迁最终引爆家庭战争 怨分难过 母子爱 手足情最终将走向何方 被拆散的亲情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他看他说 Even if somebody else 他说我要了 我说我要不 我要了 为什么 我怎么可能要到 我们都好 野idents 弄你了 怎么来 在纯尽弄 都怎么 能要到 怎么 扰不得 他这样讲 说我们要了 我们要给男讨 institution 要的 就是 这样讲话不才让讲 他爱怎么讲 就怎么讲 弟弟王根顺的说法 让大哥王根宝和大姐王莱红 实在无法接受 在他们看来 现在和弟弟打官司征房子 纯粹是这老母亲讨个说法 因为在五年前 老母亲是被弟弟生生给打出门的 主流 大儿子的头 小儿子头 不打 不打 他打不打 他都不打出来了 他打他 他这个小媳妇打他还不打他呢 他穿了个高线 把老母亲亲到前面 那高线他给他捅上去 听到这个 这个招摇 你让我想想看 我哪可能对他呢 我打他呢 你对他来来 我什么时候打过母亲一把呢 骂过母亲一把呢 只有母亲刷过嘴巴子 打我差不多 我没有对他对母亲 我平时我有时候记得他 我就好来 好来一阵 到时候我不给他度假 你交的不好 马上他就把你纯粹放跟着 弟弟王根顺并不承认打过母亲 在他看来 这些都是大哥大姐 为了争夺房产编造的谎言 不是我不孝顺 他们教我把手给罢手 没有这个事 他毁谤我多了 包括我哥哥姐 在记性 包括我网络上 毁谤我多了 而且你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 大哥大姐是愤怒地表示 弟弟王根顺对母亲不好 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尤其是弟弟娶上了媳妇之后 跟母亲的关系 更是每况愈下 对于紧张的婆媳关系 王根顺并没有否认 但是他认为 一个巴掌拍不强 婆媳关系之所以不怎么融洽 这跟母亲自身的性格 也不无关系 我母亲的性格呢 在我们城大人 大家也知道 我们房间也知道 也比较要强 我们家买的一件之后 他可能出了之后 他就来吃 起来 我拿去下巴了 他就可能不麻烦 那他就发不湿 他就是个要强 主要的 我母亲的有一种光的 光样的一个炸炸的光的 你干什么事都要听他 你给他年纪 听什么 听什么 你得确实是 稍微不乐 他给我冲着 你问大爷 门口打手机吧 我给他冲着多好 王根顺还表示 母亲不仅仅 跟自己的媳妇关系 处不好 跟大嫂也一直关系紧张 大家都是这样 明显进手 来拿过去 吵吵死 他跑到大爷子家 住这个星期 出不下格 你不问他自己 他为什么都跟大爷子家 给这个星期 你哭不气 就回来托手 在这里 他将他大爷 媳妇写了账 住在一起 就是 轻忘了万家无事 在王根顺看来 只有他这个儿子 一直跟母亲住在一起 但是 母亲耀强的个性 也让他和他的媳妇 吃尽了苦头 拿刀把我老婆头 砍得流血了 把儿子砍他身子 他来家 那家砍得 我们国民小孩 在乘务 他来吃 他就把我 就把我 就跟进去 砍我和我 这边 从来这里 放心 就慢慢地下降 因为一些家庭所事 要强的母亲 竟然对儿媳妇 甚至自己的孙子 动起了刀子 经过这次激烈的冲突 王根顺的心 更偏向于自己的妻子 跟母亲的关系 也就愈发冷淡了 但是 王根顺说 他们夫妻俩 并没有因此 就对母亲 不闻不问 可以讲说 我们上一家人 都比个台下的人 进去生活 而他呢 一毛不怕 弟弟王根顺的说法 遭到了大哥大姐的 强烈反驳 他们说 弟弟之所以前些年 还能接纳母亲 那是因为 他们指望着母亲 帮他们看孩子 就是得把带小孩 好的支援 啥得也没好多 我说嘛 你把你身子 带大了就会 有可能就把你去看 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 你一直在那边 做长工 把他小孩带大 你弄一个房子 他小孩给他算讯 果然把你提起 炒一趟风 就要分解 儿子刚才养的 九十 就不要养了 你死者吧 带到九十 他不要妈了 就是那个呢 就是就累他走了 就到儿子家去 到儿子家去 大哥大姐说 等到弟弟家 孩子大了 母亲失去了利用价值 弟弟就动了 赶走母亲的念头 对母亲的态度 也就越来越恶劣 儿子一把力 媳妇一把力 到儿子不是好人 你的小儿子 你死不得神开 我们跟老太 买了个电视 他把电视关掉 有一个固定电话 他也不会打电话 只有我们打不去 把电话关掉 写出来 你还没了办法 我只有买个小铃弄给他 你知道我兄弟 你知道不及我吗 你知道不及他 从来没去 眼看着弟弟对母亲默不关心 大姐王来红坐不住了 他只能想办法把母亲接到自己家 把母亲安顿好之后 王来红叫上了大哥王根宝 他们到南京市江林区人民法院 起诉了弟弟王根顺 要求弟弟支付母亲的赡养费 经过法院调节 王根顺同意每个月支付母亲 150元的赡养费 可是让大哥大姐们十分气愤的是 这区区的每个月150元 弟弟却一直没有支付过 老天到最后不行了 我们还打一个赡养费 到最后他就50块钱 一个月还没付 法院谈了 一个一百块 多个人没给 一百块钱没给 他可以请你下线 我随时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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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来 这我也不说 也现在讲还不多 随时可以的 写个条子给我 不管他们养他 包括医疗费 这一块 我们四来都可以拼他 母亲现在是 一年收入大概是两万多 他讲麻辣多少钱 麻辣十万一号 是他的 美女性是美女性 你给他第二条铁 你看大哥王根宝和大姐 王来宏列举了弟弟诸多不是 比如不给母亲赡养费 平日里也不照顾母亲 对母亲不闻不问 更恶劣的是 弟弟和弟媳还曾经动手 殴打母亲 这也就难怪 他们会跟母亲站到一个阵营 甚至不惜把弟弟送上法庭 对簿公堂 可是对于大哥大姐的控诉 弟弟王根顺并不承认 他说了一个词叫远相近臭 他说越是跟老人生活在一起 摩擦自然就越多 加上母亲的性格本身就要强 关系就更不好处理 他始终坚持 哥哥姐姐把母亲接走 然后编造了各种 他不孝顺的事实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母亲的房产 弟弟王根顺说 母亲的老房子 在南京市江陵区 千马厂村37号 也就是他目前所居住的地方 哥哥姐姐们很早就离开了家 只有自己一直跟着母亲住在一起 当年父母所盖的老房子 年久失修垮塌了 所以在1990年的时候 他跟母亲一起在老房子的地基上 盖起了一栋 楼下两间 楼上一间 一共三间房屋的新房子 这房子都是我心里不够改的 你家的可拿着 这时候我真的不能家 我真的自立更生 这东西枯到现在就枯了 这房子 我也妈妈快过去这人 那是你 从二十岁 十九岁开始来 就开始工作 房子买了一套 他一套可求人 买了房子住 你批哪个 你批鬼子 王根顺强调 1990年盖的这种房子 都是用他辛苦攒下的积蓄 可是王根顺的这个说法 却遭到了大哥大姐的强烈反对 出马盖的 他来说刚上次休闻 他哪有家 一门去里面的 他没上班的 都是我们干嘛盖下的 盖这个房子最主要就是 我两个微信存在的很大 因为我两个微信 今天那是降临监督公司的 他可以轮到庄 轮到干净 轮到水泥 轮到一部分人 去帮忙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他什么时候出资的啊 而且我盖第一次房子 这个房子这个 都是揪揪架 揪揪架 而是盖的 老表盖的 而且门口的是堂固 这个帮忙买的东西 买这个门口窗子 你看我是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我买去 是在古楼高阴亭 那个地方是测键 那个地方全是平坡 就民国司机的 一栋一栋一栋 那栋一栋 轮到几个在里 那个楼子上当好 现在双方各自一词 为了了解房子的具体情况 记者跟着司法官 一起来到了南京市江宁区 前马厂村37号 请不抓紧屋了 这东西法官一来 其实这个 老鞭心 其实次你把他拿了托来 这些老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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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不是这个 拆迁房拖来的 这个老鞭心 我来说买的 老鞭心 不是说你们买的新的 都是拆迁 没有要的 是吗 就是90年 该房子 在南京吃的老鞭心 那他说也看 这个老鞭心 这个是老鞭心 因为你哥也提到这个 是不是你哥 我买的 你听他下车 我出了去 他把我说了 去吧 然后我可以 他从来都出不行 看着你听他叫 我出来 把我给行 把我洗脏 就给我一根出来 他给我放 王根顺说 前马厂村37号 现在这两栋独立的小楼 都是他家的房产 这一间是母亲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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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时住 门女主动 就是门女主动 这个是大风刀 对 以前是大风刀 是吗 这一开始 我就想问您 您就仔细说说 最开始那三间 是哪三间 这一间 这一间 我们上去看一下好不好 全部都转好过来 没事 我们大家一起看一眼 没有 转过来是当然 我们自己都组的房客 那个西哥在里面 你们这一次转过来 他们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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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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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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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王根顺又带着记者来到了后院 从小楼的外墙 能更清晰地看到当年房屋的建筑情况 王根顺跟记者解释 这两栋小楼其实一共分三次才盖完 1990年 他跟母亲一起盖起了一栋 有三间房屋的楼房 到了1998年 这三间老房子多出漏雨成了微房 他又跟媳妇一起修缮了房屋 并在三间房屋的基础上加盖了一间 还在前院盖了一间厨房 到了2005年 由于家庭条件有所改善 孩子也大了 王根顺又在原有小楼的旁边 盖起了另一栋三层小楼 并建好了围墙 王根顺向记者出示了一些当年盖房的费用单据 在他看来 这两栋小楼都是他辛苦挣钱盖起来的 可是五年前的一天 母亲却突然提出要求 要把房子分一部分给哥哥姐姐 母亲的这个要求 让王根顺实在难以接受 母亲来把我两个钱 要花两个钱 而且这个来 拿你们哥哥来 给来家了 也要儿子 我就这里 我就这里 我整个 我整个家 我整个家二个多平方 我再给你们三个 我还一个儿子 我自己怎么这么搞 妈家儿讲 好像给个天地 你们姐姐他们俩了 有买的钱 又是盖的房子 还有房子 你住住一套给他们一点了 他哥哥姐姐带着两个儿子来家老的 他非要哥哥来给他 我批什么给你房子 你三个来家批什么吗 你叫妈高时机儿的 高时机儿的 厚子机儿的 来家翻他的东西的 怎么实力的 那现在王根花是新王根花 因为王根花盖的房子 现在还在 那我们就不谈 是我们自助他盖的 还是你自助他盖的 我们就谈年龄 你把今天的时候 你凭什么东西 在农村是个糯米 你能盖这个房子 我就搞不懂 有什么老的 我都高兴的 你们没花一份钱 没吃一份子 有什么吃的老房子 我搞不懂的 那我叫什么房子 王根顺说 农村的房子不值钱 早已离开家的大哥大姐 原本对家里的老房子 也没有什么想法 可是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2009年的时候 宁航高铁规划 从他们村子经过 很多房子都面临着拆迁 其实很近大点 无尽谁是在书 他从来一直在书 从来一直在书 你不乘在老店 就是乘在老店 你不乘在老店 他整齐的 哪个等他哪个大个 你不乘在书 这个后边是个 后面是个 都在走的 来来 好 好 这个门出来就在探导的 是这个了 这个就是领航高铁 好呀 就靠着 这就是什么人吗 这就是领航高铁 其实为这个事 老下的 2009年开始 从我们这走的 这一块手里 因为房子可能被拆迁 王跟顺说 大哥大姐 这下便动了心思 归根基地 主要的这个 毛的一个交代 更连 就是这个车签 我告诉你 就是要过来 给车签你来 归根基地 毛的一个交代 毛的一个更连 就是他们 我们有要面积 他一直在 要我画一点面积 他画五个平方 给两个姐 他不是负责 他就能骗起 我家这个车签法 其他都是假的 在王跟顺看来 老母亲一直都很偏袒哥哥姐姐 从来没有考虑过 她的想法和感受 这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说我这个道理很不平的 这一块地 都这个大房子 一直把它盖下来 他两个姐 王跟顺说 当初得知自家房屋 可能被拆迁 他原本打算 在后院的空地上 再盖一栋房子 不料 母亲在不跟他协商的情况下 竟然用强硬的方法 不让他盖新房 而他事后得知 母亲之所以这样做 都是为了把这块地 留给哥哥姐姐盖房 母亲一直偏袒哥哥姐姐的做法 似乎让王跟顺心里 很不痛快 就因为母亲的阻拦 他觉得自己少盖了房子 少了拆迁面积 母亲现在怎么还能向自己提出 分房给哥哥姐姐的要求呢 更何况在王跟顺看来 房屋都是他出自建造的 凭什么哥哥姐姐 在拆迁的关键时刻 必须分一杯羹呢 没什么好事情 母亲总是考虑哥哥姐姐 不考虑他的感受 他无法接受和认同母亲的做法 现在的社会因为拆迁问题 导致的家庭矛盾日益增多 拆迁款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很多亲情都被淡化 甚至被践踏 房屋拆迁真的是导致 王家兄弟姐妹矛盾激化的 根本原因吗 大哥大姐难道真的是对房子 有所图吗 这里是小区大事 咱们接掌往下看 愤懑 恼怒 大哥大姐指责弟弟 算盖房产信息 调查走坊 法院中获得房产权真相 被拆散的亲情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大哥王根宝说 现在宁航高铁都已经建成通车了 房子还能不能被拆迁 完全是个未知数 他们之所以现在 还要跟弟弟王根顺撕破脸 打这场房产官司 就是为了替老母亲 要回房子 让老人过夜归根 有一天我下午 突然去老母亲没电话 说老黑不怕 老朋友回家 在这里吃了醋 现在就要整个鸡 拿着帽 拿着帽子 还用帽子 我们回家 这个官民在哪里了 就不怕他了 但是人 即将跟东方亚要一个过 你了还一个过 后方一个人 王根宝 向记者出示了一份 老人的诉求书 所有天年的父母 谁愿意和自己的儿子 打官司呢 就是因为小儿子夫妇 对我老人太刻薄 没有尽到一点 赡养义务和孝心 虐待我 对我不闻不问 霸占我的房产 不让我其他子女 回家照顾我 所以才逼着我 走上法庭 讨回公道 大哥大姐认为 弟弟王根顺 之所以对母亲 态度恶劣 目的就是为了赶走母亲 霸占母亲的房产 叫自己的儿子 你奶奶都不好 来 我妈讲的 我妈的别拿着 你不还奶奶吗 我妈的我妈不还好的 那兄弟你知道不急吗 你知道不急他 从来不急他有急 你死一号货 你还在家买 定了个地上买 一塌糊涂 他都不管他 他都不管他 你都去一看 你干不啥 不管他 有妈买 别人往他 突然 打电话来 好 你可以接他来 都去一看 这来都穿进 这个背对 什么都 你拿着给我 所以说死后 就把脑袋里 非常不跟他说 大姐王来红说 王根顺 为了达到赶走母亲的目的 对哥哥姐姐看望母亲 总是恶言恶语 加以阻止 他骂我 因为看望你来家 你来吃 哪个要你来家 我讲你 你没了请你不过来家 给房子说 我搞 我们过不干的 你怎么请你不过来 你在房间 给那个二十层 我都不会去的 都不会夸你们了 你要搞清楚 给房子说 我要来就来 要干嘛就干嘛 我看到你来家 就来吃 我看到你们来家 我就来吃 面对大哥大姐的控诉 王根顺便及说 自己根本不需要赶走母亲 霸占房产 因为前马厂村 37号房屋的产权 早在1990年 大队进行房产登记的时候 就已经在他的名下了 他前马的大人 从前所为的 他母亲那里 都差了一句话 说到该处房屋的房产证 大哥大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他们气愤的指责弟弟 擅自窜改了户主和房产证信息 这才把原本属于母亲的房子 拒为了己有 把户主一起强步改了 房产证一起改了 农村也有两个人 一个土地人 一个房产证 就是农村也在农村 一起改了 没有我母亲 如果上面有我母亲 这是官司打不起来的 就没有我母亲 就纯粹是王根顺一个人 户主一改了 房产证一改了 什么都改了 都属于他的了 所以说他讲得很难 你住的是我房子 你们到我这里 是非法传闻的 就是这样 2010年 气氛不移的大哥大姐 代表母亲 把弟弟王根顺 起诉到了江宁区人民法院 要求撤销前马厂村 37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 江宁区建设局 在法院的要求下 调取了该处房产的 房屋登记文件 在房屋登记档案中 该处房产 只有王根顺一个人的名字 而且在该文件的登记编号 面积 尖数等内容上 有多处图改 房屋产权登记的重要信息不清楚 根据这些情况 江宁区建设局最终撤销了 王根顺名下 该房屋的所有权证 允许相关权利人 重新申请该房屋的产权登记 在2011年南京市中军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中 最终确认 建于1990年的楼下两间和楼上一间房屋 为母亲王秀华和小儿子王根顺共同所有 其余房屋为王根顺所有 秀华认为 后来的房屋 除了这上前其他的房屋 是王根顺之间的 可能当时输送过程的 王根顺确实有提供的证据 而且按照当时的年代 以及王秀华的年龄 王秀华是不可能去参与建设这个房屋的 如果说王根顺笑不孝顺 兄弟姐妹之间尚且各执一词 那么王根顺擅自篡改房屋产权登记信息 却是一件已经确认的事实 两栋房子这么多房间 难道就真的容不下一个老母亲吗 争夺房产曾经让多少家庭兄弟反目 父子成仇 难道亲情终究敌不过利益的围栏吗 好在经过法院的调查 终于把房屋的所有权进行了确认 把原本就应该属于老人的房子 以法律的形式规划了老人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支持 年迈的母亲终于可以顺顺利利 搬回自己的老房子 一养天年 没想到事情的发展 很快又起了新的波浪 法院判决之后 老人高高兴兴地搬回了自己的房子 可是刚住了一个晚上 老人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大女儿家 弄得出了房间 给你睡不住 你睡不完 回去过一分 把这个西部神经兵 从来一大早也不出来 短脸也不敢说 一天两天在这个门口军之内 有条一本 老人留在手下都不行 然后老太没了房子 然后就开始在医院里面 他一边是干什么事的 是儿子干什么事 他一边都是把大人撞开 就很聪明就不打 小的我妈心脏不大好 就下个 搞的东西来就好了 你觉得 心动得很联系 老太下来 这么大事 下来往别我那种 结果早上什么 他打一个背包 打几天就不走 我们曾经有咨询文化的 我们也做不出别准事 你不可能做别准事 你母亲随时随机地 把你在那边打了一个东西 虽然王根顺表示 母亲随时可以回家居住 可是王根顺的行为 就让大哥大姐 怎么也放心不下 此时他们觉得 只有依靠法律 最终确认房屋的具体归属 才能让老人 安心地住回老房子 于是大哥大姐决定 再次起诉 老太太在这次诉讼 过程当中 必须主张 对公有 要进行公立行李衡格 因为三件 有一件必须是 分为一般的 按照公有的原则 一干一干 有一件是 必须分为一般的 接着这样复杂的 家庭矛盾诉讼 接着这样复杂的 家庭矛盾诉讼 市厅长多次去 房屋现场了解情况 我当时带着 飞行车员和书园 去过上次到现场 去康的时候 主要控制到一个 前来分割的时候 怎么分割 怎么去重庆砍门 要不要重庆割墙 2014年4月 司法官带着书记员 再次来到了王根顺家 他们想听听王根顺 对于分割房屋的意见和看法 如果是分割的话 怎么分割 分割 这个他做了20年了 他一直做这个 西面那一年 这个几下来 他老年人 然后跑过他的这个 场位就是公民的 他一直搞住在一起 如果分割现在怎么分割 分割这个不成为分割 他这个二十四年 这个一年好好的 包括大方 就西面还是给他 这个搞住在一起 不成为 必须两年等高年 必须两年是给你 还是给他 还是你来一件 他来一件吧 还是整个家 总要有说话的 有三件事公有 接一遍 三遍给他一件了 那就是 方面共同 共同审物的情况下 小孩今儿 我要到后面上厕所 这个塔 我就是共同使用 这场家庭房产纠纷 已经打了五年的官司 双方的机怨很深 2014年4月14日 市庭长和四位陪审员 组成了陪审制大和议庭 开庭审理了此案 在共同共有的情况下 原则上是一个人的房 西边的房屋 归楼台所有一楼里 二楼的房屋 归王根顺所有一 中间的房屋 进行分割 永远一房 老人和王根顺 共有的三间房屋中 两间卧室比较好分配 楼下一间卧室 原本就是老人居住的 现在还归属于老人 另一间卧室 归王根顺所有 可是中间藏屋 是共有的 这一间该如何分割 成了和议庭争论的焦点 会议庭的正义 主要就是在 是不是各强 不各强主要的理由就是 一个农村的西出 各强的时候 显得家庭成员 关系比较盛重的 如果不分割的话 王学华本人和 王根顺所 和王根顺的气质 关系本来就不和 如果不各强 经常见面的话 某种的机会 必然会斗 此外 王根顺跟其他的兄弟 这面关系 非常的加 双方打鼓 捞鼓 就感到又加 如果不各强的话 双方见面的机会 也会真的 最终 经过大合议庭合议 南京市江年区人民法院 有了最终判决结果 母亲王秀华 原来所住的房屋 归王秀华所有 而中间的房屋 进行东西方向隔墙 隔墙北字部分 归王秀华所有 五年的房产官司 有了最终的判决 但是这场家庭 硝烟的浓雾 似乎很难散去 对于这个家庭的 每一位成员来说 曾经的亲情 在五年的艰苦博弈中 已经很难再恢复了 现代城市发展的进程中 因拆迁带来的巨大利益 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面对巨额拆迁补偿利益 家人之间 对利益分配 很容易产生纠纷 进而 房屋成仇 房屋洞迁 家人离散的情况 时有发生 但是 以失去亲情 失去爱为代价的利益获得 真的会让人快乐吗 其实中国有很多古训 都值得每一个人 来反复品味 家和万事兴 百善孝为先等等 这些流传了千年百年 带着大智慧的 儒家文化的精髓 才真正诠释了快乐 家庭生活的真谛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我的认为当中 他就是故意地躲了 移民恩怨背后 真相通信如何 他等了你了 然后他说明 不等了你了 他说他不忧心 我说他不敢 手足心情 缘和变为陌路恩怨 谁是孝子 小区大事下周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